大阪烧的做法 大阪烧是一种日式蔬菜煎饼 有些地区根据日文汉字的写法 也叫做玉好烧 为日本关系的一种民间美食 也是大阪饮食文化的代表 由于外观的关系 也有人称大阪烧为日本式比萨饼 可以说放上去的食材 并没有特殊规定 一般是自己想吃什么就放什么 吃腻尿中式的鸡蛋薄饼 换个口味也别具一格 做这个顶重要的是 一定要用不粘锅 不然想翻面的时候 笔布扒锅笔不动 而且还容易上面的没熟 下面的乙筋糊料 胡萝卜10公克 鸡蛋50公克 青椒10公克 面粉40公克 包菜10公克 培根1片 油6公克 番茄酱2公克 海苔粉2公克 木鱼花2公克 沙拉酱2公克 小葱1公克 一姜胡萝卜 青椒 包菜 培根切丁备用 2鸡蛋打散后 加入水 3加入面粉 4调成均匀的面糊 不要太稀 如酸奶般的稠度 如果口味重可以加点盐 5将之前切好的蔬菜丁倒入搅匀 6部粘锅里倒入油 气油热后倒入面糊 尽量整成圆形 8将培根撒上 小火慢慢煎 煎至表面基本凝固 9利用惯性 把饼甩起来翻个 将正面也煎一会 直到两面都凝固 10再把面饼翻过来 挤上番茄酱 撒上海苔粉 11再撒上牧鱼花 挤上沙拉酱 最后撒点小葱 小窍门 1翻面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布粘锅 布粘效果好 可以在锅里随意晃动 一致锅边再往回一甩 可以轻松翻面 一定要接住 不要扔到外面去 哦 2蔬菜配料可随意 有什么放什么 但是牧鱼花之类的不能少 好